其實你們不應該問我們 你要問的是誰你知道吧 你要問吳宗憲 那憲哥現在怎麼辦 王小飛 客信 狗仔小哥哥 思琦接受中天娛樂獨家專訪 談起王小飛跑紅大愛子 一家一世他點名 有人比他更懂王小飛 其實你們不應該問我們 你要問的是誰你知道吧 你要問吳宗憲 他都可以跟吳宗憲直接通話了 那憲哥打給他應該OK 你們應該問憲哥啊 對啊 憲哥都可以干預這件事情 都叫我們閉嘴了 我沒聽到話我都閉嘴啦 那他還做到他撤告 但是王小飛卻沒有撤告 對不對 那憲哥現在怎麼辦 王小飛客信無奈尋求 演藝圈公道博憲哥上線之源 就是因為6月時 憲哥曾經這樣說 葛思琦 憲哥啦 人家剛失婚 又要這樣子把人講成這個樣子 交交女朋友會幹嘛 婚後的事情 這當然字不在話下嘛 就跟離了婚以後 人家會再去結婚幹嘛 都應該要給予祝福 我拍照的時候 永遠比出這個姿勢 這是什麼 Love and Peace 時隔5個多月 葛思琦也趁機回應憲哥 我希望憲哥在維護 演藝圈的和平的時候 你要注重到我們記者的權益 就是說 畢竟我們是在做採訪責任 我們是把性供諸儀式 那你意思說我掛人家股份 我覺得是憲哥當下 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件事件 他一直以為是王小飛 離婚過後交女朋友 那個沒有什麼 但好像你不知道說 王小飛這個女朋友 是在婚內就出現 喔 米爾拓 那我就是已經點頭同意了 我就照著做 所以你看我已經安靜了一陣子 我其實 我沒有要趁誰的意識 只要張南部給我講這樣的事情 我不會想要出來澄清 因為這件事情是很重很重的指控 怎麼會有人就是 沒有證據一天到晚這樣子 他真的完蛋 都覺得沒有法治嗎 沒有人可以治他嗎 就為了你帶貨 就為了你的酸辣粉 你的酸辣粉有那麼重要嗎 不就很誇張嗎 讓我誇張超級的 那麼多的 也許可以 很快